这么丑的狗也能变好看 是宠物店给我换了狗吗 火龙果三个多月没做造型了 跟个长毛怪一样 看着耳朵 毛又长又乱 腿上也是乱七八糟的 跟杂草一样 脖子下面厚厚的一层 跟带个微博似的 今天就带你去修毛啊 我才不爱修毛 这个小鬼阵的毛更长 简直像个大毛线团子 鼻子啊眼睛啊 哪哪都看不到了 让大家看看你的丑样子 我不像火龙果 我才爱去宠物店 小果汁特别爱去修毛 每次都是一路小跑 蹦蹦跳跳的去宠物店 火龙果从小就在这个私房小宠 他一生店里洗澡 做造型体检等等 果汁喜欢这里的每一个店员 不管见了谁都要抱抱 每次都跟到了自己家一样 尤其喜欢给我们做造型的 郑丽小姐姐 人家人 火龙果 看人家做好看的 三个月没修毛了 火龙果 你跟羊羊羊玩一会儿吧 他太大了 我有点怕怕的 我小果汁可不怕 狗龙果 果汁 给我们宝贝套个玫瑰花瓣浴号 好享受呀 看果汁的毛色多好 我们果生了宝宝之后 这几年变浅了很多 不过没关系 你一直都是我们的小可爱 知道吗 哟 这么乖呀 也不乱扑腾 一定是超级舒服 是不是 我们是精致的小狗狗 先给小果汁修修 这个小姐姐超级温柔 所以她一点都不害怕 就是有点爱动 不过没关系 也能给你修得漂漂亮亮的 因为人家是专门教宠物美容师的老师 还是全国比赛的总冠军呢 下一个就到火龙果了 这个小狗子还在这里偷看 你等不及了是不是 到你了到你了 毛长的看着胖乎乎 先修修脚 最喜欢看替背上的毛了 一推一大把 看着特别爽 再修修细节 哎呦 我们的天和景都出来了 火龙果的大眼睛终于露出来了 好漂亮呀 好别激动啊 看腿也变长了 腰也变细了 脸也变小了 你就跟整容了一样 这才是我本来的样子 小果汁 哎呀 果汁 果汁洗完毛不想理我了 哎呀都不想理姐姐了 果汁你看看我 果汁 果汁 哎呀哎呀笑得可开心了哈 坐 你坐下坐 很快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